龟有三族 亦有九尾 尔雅驻云 南方之龟有九尾 见之者得富贵 古来林 凤 龟 龙 列在四陵之内 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 将至如今 世风不古 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龙的混名 妇女或有外遇 群称其夫为乌龟 这是个什么讲究呢 大敌也有一个来历 诸公静听 带笔人慢慢的说来 从前管仲设女驴三百 以为兵是修宿之所 这便是妓女的滥伤 唐食官继多利教方 设教房司仪管林女乐 那教方中的人意 街头果绿金 取其象形有似乌龟 列宫是想 那乌龟一头两眼 不多是碧绿的吗 还有取义的一说 是龟不能骄 那词龟善与蛇骄 雄不能进 因此大凡妇女不端 其夫便有乌龟之号 在下这部小说名叫九尾龟 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 这贵官微薄不休 闹出许多笑话 到便宜在下 编成了这一部九尾龟 闲话少提 书龟正传 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泪弄登场 好为诸公解惠 正是 莫把酒杯交快磊 且将启梦说樱花 且说这名是姓张 单名一个 银字 别号秋谷 江南印天府人士 寄居苏州长熟县 生得白西风仪 长身玉立 论他的材调 便是胸罗兴斗 以马万言 论他的胸襟 便是海阔天空 山高月朗 论他的意气 便是蛟龙得雨 阴笋盘空 这张秋谷有如此的才华意气 却又谈词爽朗 举止从容 真各是美玉良经 随诸何必 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了 只是秋谷时运不济 十分眼谦 十七岁便盯了外奸 三年扶雀 便娶了亲 他夫人张氏 身材不长不短 面孔不瘦不肥 虽不是绝世 家人 恰也不十分丑怪 但是性情古直 风趣全无 若在别人 远也不致夫妻反目 无奈秋谷已筑自家万胡青财 一身峡谷 准备着要取一个财貌双全的绝代名书 方不辜负他自家财调 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 叫他如何不弃 弃到无可如何之际 便动了各寻花问柳的念头 就借着他誓 告禀了太夫人 定了刑期 收拾行李 便登州往苏州进发 不一日到了苏州 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佛照楼的住下 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 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 设了两家沙场 那城内仓桥宾的书域 统统搬到城外来 大菜馆 戏馆 书场 处处具有 一样的车水马龙 十分热闹 秋谷落战之后 歇息了一日 不免往书场 戏馆去涉猎涉猎 坐了几天马车 吃了两回大菜 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 与上海大不相同 虽然灯火繁华 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 日间欢场争竹 自有那一般朋友生硬气球 倒也并不寂寞 只是到了九兰人散之时 客舍独居 孤灯相对 你到这样风流人物 怎生消瘦的 来 一日夜饭后并无应酬 信不出站望马路走来 借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坐的那些官人 真是杨柳为美 芙蓉如面 同住客人坐在一车的 更是杨琛娇孝 甚太动人 只苦的自己出到苏州 并无熟食 只得走到一家书厂鸣鸣鱼相隔的 走了进去 捡张桌子泡茶坐下 细细的打亮台上官人 只见左手第三座上坐着一个官人 年纪约十六七岁 珠光测聚 配想刘帕 美索春山 木成秋水 那粉夹上晕住两个酒窝 似笑非笑的低头联手 坐在那里弄 一脚二 秋谷一眼看见 吃了一惊 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 当时神魂不定起来 便呆呆的看着他 一会儿 那唐官在棒凑去 滴滴的问秋谷道 这官人名叫徐宝琴 名气很大 今年上只十六岁 唱得好一口精调 老叶可要点他两出 秋谷不答 只微微的点一点头 唐官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 并拿一支笔地给秋谷 秋谷提起笔来 写了两出朱沙志 琼琳艳的精细 麦花球 白兰花的两支小调 顿时喊上台去 原来苏 周规矩与上海不同 典戏是当台招呼的 那官人听有客人典戏 抬起头来 飘了秋谷一眼 又微笑一笑 只觉媚眼横波 红巢上甲 月显得光荣绰约 风采飞扬 喜得秋谷色舞眉飞 十分得意 又见一个年轻大姐 手拿着饮水烟袋 下来装烟 便问秋谷尊姓 随即应酬了几句 秋谷一一地回答了 此时徐宝琴抱着琵琶 弹了一套开片 被脸二抗起娇声来 虽不是烈石穿云 却也隐伤客语 唱过一段朱沙志 便把琵琶那滴一调 滴滴地唱那小调 白兰花 唱到观情之处 星眸低样 性脸微红 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 台下看客齐声喝彩 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 一会宝琴唱完 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 那大姐便又下来装了几桶烟 说声 对悟住 停歇请过来 便扶住宝琴姗姗而去 临行之际 又向秋谷一笑 方才下楼去了 秋谷急叫唐官算好了账 立起身来跟下扶梯 徐宝琴还未上轿 立在门口 见秋谷匆匆地下来 寒笑招呼道 张大少 啥物意逃到尼达去煞 秋谷答应道 我正要去坐坐 你叫大姐捅我去吧 宝琴便叫那大姐道 阿仙 格莫尼仙转去栽 奈同仔张大少要就来隔时虐 阿仙答应一声 宝琴便上轿走了 秋谷同住阿仙一路问答 慢慢地走过了甘堂桥 秋谷早看见了徐宝琴的牌子 便进门登楼 湘邦叫了一声 客人上来 宝琴早换了衣服 接到扶梯边 秋谷携了宝琴的手 同进房来 抬头一看 房间虽然不大 收拾得十分富力 秋谷便在炕上坐下 宝琴敬过瓜子 细细地打亮秋谷 正是二 月初天气 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 悬色外国断草上双一羽金坎间 外照天青共断羊灰鼠马褂 颜色配搭得十分匀衬 长眉凤幕 白面风仪 英爽之气 熠熠逼人 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 不觉亲热起来 挨着秋谷身旁坐下 应愁了一回 秋谷看他眼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 便知出入青楼 不是那林黛玉 翁眉欠一流人物 又见他低贫浅笑 故盼生怜 不由心花大放 便向宝琴说道 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 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 不知房 尖客空不空 宝琴笑道 只要大少肯照应你 是在好物有格式体 你啊有啥到物肯格 便回头叫房间李娘姨 交代一台菜下去 秋谷叫拿笔宴过来 写好请客票 发去不多一刻 客人陆续到来 发过局票 秋谷叫其手巾 其实台面已经摆好 大家入座 其中恰有一位客人 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 双姓东方 单名一个瑶字 又好小松 生得怡荣俊雅 眉目风流 素有碧人之木 同秋谷一气相投 时常会面的 当下到了席中 一眼先看见了徐宝琴 山花宝季 十竹罗伊 神采惊鸿 配还回雪 不觉待了一待 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 眉宇目成 又如飞燕依人 腰桃初放 便大笑道 秋谷说苏州地方 并无相好 这位桂乡之难道是天外飞来的不成 快快识说 是几时做起 为何瞒着我们 是何道理 秋谷尚未开口 宝琴早已两颊通红 扭转身子 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 更加不好意思 低下头去 口中咕噜道 耐毒总是十耿瞎三化四 阿要无逃成 你是要把面孔阁 秋谷听了好笑 便道 这位方大少 天生的不老成 没有好话说的 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 又向小松道 我向来做事从未满你 此处我时是今日第一回来 在余香阁点戏之后 丁烧回来的 你不信 只顾问房间里人变了 那房间里娘姨阿彩 大姐阿仙 一齐说道 方大少 勿要勿相信 亚时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 尼阿肯片奈煞 小松听了 方才相信 想了一想 又摇摇头道 我只不信 既然是今天做起 未甚你们先生的神器 倒像与张大少是老相好一样 是何道理 小松说道此季 早被秋谷捏了一把 十个眼色 小松方才住口 秋谷悄悄埋怨他道 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 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 你便如此胡言乱语 躺被他真个扳起面孔来 你我岂不大家没去 小松笑道 你不要来吓我 我是不怕的 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 我便不开口了 你肯不肯 秋谷不觉大笑道 原来你说了半天 是要割我的削腰 何不早说 恰要绕着弯耳说呢 便叫宝琴转过去坐在小松旁边 宝琴抬起头来 着实定了秋谷一眼 也不言语 秋谷又催一遍 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 方大少 对悟住 你间搭格规矩 一帮里客人物做两个格 阿好谢谢奈 勿要搬你格插头 你情愿吃子一杯罚酒莫哉 说吧便叫阿仙取出一支鸡钢杯来 斟了一杯热酒 立起身来 将杯罩着小松 静字吃干了 小松道也无可再言 停了一会 忽然笑道 可恶可恶 我在堂子里头玩耳 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 你总要占个上风 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 难道我短了什么不成 说住 又问宝琴道 你看我们两人 到底谁的风头好些 宝琴听小松说的好笑 不免面红一笑 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 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 便笑道 据我看来 秋翁与小翁二人正是功利仇敌 可算得余量并生 一时无两 只是宝琴的意思 有些看不上小翁 或是小翁的内才短些 比不上秋翁的经历 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 说得和习大笑起来 恰好个人的局路续到了 彼此打断了话头 酒过数旬 小松鼓起信来 便要摆 五十杯的庄 秋谷微笑道 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 带我来打贪你的 于是攘臂而起 正与小松旗鼓相当 旁做一个信吴的劝道 五十杯太多 留几杯等别人来打 你打了二十杯吧 秋谷一了 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 二十杯装打完 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 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 还有五杯 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 回过申来地与阿彩 叫他代饮 阿彩刚刚接过 早被宝琴匹首夺来 一口气咕嘟嘟的 竟喝了一个干净 面上早红韵起来 放下杯子 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几分风韵 小松只顾与别人划拳 竟不理会 秋谷却是留心的 见他信眼微行 陶塞带色 心上觉得好生怜惜 只是说不出来 便滴滴的和他说道 你何苦这样拼命的喝酒 喝醉了便怎样呢 宝琴微笑不达 秋谷更是浑霄 两人相试了好一会 小松的妆早已打完 小松除带酒外 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 觉得有些沉醉 从腰间掏出一个表来一看 早已止到十二点三刻了 便到 时候不早了 我们散罢 好等 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 上过干稀饭 个人都掏出两块羊钱放在桌上 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 天菜两元 一起放在台上 香邦进来收拾台面 把羊钱数了一数 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 一总二十块羊钱 便高叫一声 多谢各位大少 拿了羊钱出房去了 看官且慢 你到此是什么规矩 原来姑叔叔欲规条 大凡请客 需每位客人出台面养两元 为之丢台面 朋友请吃花酒 若非速日知己 不肯到场 因非但陪贴局前 又要现丢台面 绝非上海请 吃花酒 客人到了就算赏光的风俗 再加上海碰盒一概二十元 苏州却无论常三亡二均是八元 以前上海青楼风俗 凡声客进门 官人必唱金条或小曲一支 名为唐唱 恰须现前开销 现在上海此力已除 姑叔却至今未改 这是苏 户不同之处 在下遇先一一声明 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 只说客人散后 只有秋谷未曾回去 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 明说干铺 只怕明干暗示也未可知 不在话下 秋谷睡至赏午 方才起来 喜树已闭 待要回站 宝秦教相帮到正元管端了一碗 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 让秋谷吃了 又亲自替秋谷输了一条辫子 方才放他下楼 又叮嘱他晚上要来 秋谷依依答应了 自回站去 仍旧睡了 约至三下钟 方睡醒起来 随意吃些东西 正待出去 只见许宝秦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 到 张大少 阿是刚刚起来了 倪先生到书场浪去摘 请奈去点戏 秋谷也无可不可的 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 正待上楼 只见一顶官人轿子停在门前 眼前觉得豪光一闪 走出 一个官人来 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断灰鼠皮腰 下衬品兰花断裤子 悬色段子弓鞋不到四寸 眉眼虽比许宝秦略逊 那一种的风姿鸟挪 骨骼轻盈 却比许宝秦更加妩媚 秋谷立在扶梯边 一直等到他上了楼 目光上有些定定的 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 道 阿氏看得头里像有点浑淘淘灾 快点上去里 秋谷被他一推 吓了一跳 不觉自己好笑 便走上扶梯 捡一个座位 刚刚坐下 唐官早送了点戏牌过来 秋谷且不点戏 问住唐官 那外国断熬的 叫甚名字 唐官道 他住在檀营里 名叫花云香 还是新晋从上海来的 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 秋谷要过笔来 便写了二进宫 龙虎斗 炭寒瑶 札美岸四出 都要花云香与徐宝琴两人合唱 唐官喊了上去 花云香听得分明 回头一看 就是楼梯边的相遇人 不免低头一笑 随叫娘一下来装烟 徐宝琴却着实的盯了秋谷一眼 秋谷虽也看见 并不理会 花云香掀了和弦 唱出一段二进宫 徐宝琴随接唱下去 唱到末尾一 去 两人一起背过脸去 把琵琶放高一调 全用轮指合唱 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一扬 十分圆吻 秋谷鹤一声彩 随后又合唱了一出炸美岸 徐宝琴便掀起身走了 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炭寒窑 那喉咙愈唱愈高 愈高愈亮 唱到极高之后 一落千丈 就如银瓶落井一般 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 又如鹤唳入云 生生摇曳 真是诸侯厄月 一想回风 只听得台下喝彩之声轰然不绝 秋谷一常得意 花云香唱完之后 方才立起身来 正走秋谷 面前经过 向秋谷点一点头 下楼去了 秋谷见他走了 无精打采的付了账 慢慢的下来 才到楼下 不妨阿仙后在门口 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 一直拉到干堂桥 进门推他上楼 只见宝琴欲笑不笑 一副尴尬面孔 道 张大少 奈道有功夫到你搭来做做 啥物到花云香搭去煞 秋谷听了笑道 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很 叫了我来 又叫我到别处去 我就依着你的吩咐 到花家去 说住 假坐回身要走 早被阿仙一把拉住 说道 奈阿 要好意思革 花家里明朝去莫哉 你搭小场话 委屈奈点阿好 宝琴接口说道 奈放李去念 看李阿好意思走出去 秋谷呵呵笑道 你们不要我去 也就罢了 何必做出许多生意金落来 一面说 一面坐下 宝琴问道 阿要吃夜饭哉 就你搭便饭 去叫仔两样菜阿好 秋谷正带写菜去叫 只听楼下喊声请客 把请客条字递将上来一看 原来是小松请道如意里金带玉家 上面写著 容其坐后入席 秋谷便立起身来 阿仙便说道 张大少 阿要带菊去吧 省得来教哉 秋谷点头道 也好 因如意离于许家只隔一桥 便不用教子 催徐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 二人携手出门 到了金带玉家 问了房间 恰在楼下 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 进房坐下 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 不用套坛 小松见秋谷同住宝琴 便道 你带菊来 道也简便 可还叫别人吗 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 一同发去 少时 大家入席 花云香早姗姗起来 进房含笑叫了一声 便 坐在秋谷身后 秋谷不及应酬 便留心打亮金带玉的装束 只见他 淡扫峨眉 博失之粉 穿一件蜜色皮袄 衬一条 飞色裤子 封环物病 虽非倾国之姿 束口满腰 吻称方飞之选 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 也打亮了一会 呼嚷道 不好了 又被你抢了一个去了 怎么我到处留心 总没有好的 你遇见的 总是好的呢 秋谷道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 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 劝你少说两句吧 说著 金带玉起身针了一寻酒 众客人的局也来了 花云香先唱了一出曲成都 唱完了 对秋谷说声献丑 秋谷说声辛苦 便慢慢的弹起来 两人咬住耳朵 不知讲些什么 徐宝琴却看着冷笑 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 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 不肯理他 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 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 又笑道 知己西逢 家人难得 你快干了这一杯 秋谷猛然听得 触起他的心事来 常叹一声 举杯一饮而尽 口中高银道 此时此景不沉醉 乞带三尺蓬薅坟 与小松 彼此相对黯然 停了一回 小松方勉强笑道 我们原是寻乐的 怎么到寻起烦恼来呢 我与你还是喝酒吧 秋谷也不回言 自己斟了一杯 又高银道 今日少年若常在 古之少年安在哉 就又干了一杯 花云香看见秋谷无故不乐 心中觉得十分难过 却又替他不得 便咬住秋谷耳朵道 耐物要煞死各吃酒哉 到尼达去做些吧 耐坐载我个轿子去阿好 秋谷只点点头 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 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 自己也立起身来 跟 卓走出 叫一部东洋车 帮助轿子捅走 秋谷也不顾许宝琴 竟自到花家去了 连主人方小松都未招呼 正是 明是风尘多替泪 美人香草即牢骚 要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